来带您关心花莲大地震的最新消息 我们现在在指挥所这边也收到了最新消息 在稍早的时候很遗憾的在沙卡当步道 0.5公里处发现了第三具遗体 时间就是在早上的11点35分 是以搜救人员用肉眼来判断 就看到遗体是卡在了石堆当中 目前是尽全力的开挖 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以人力的方式开挖 所以派起了第二批的搜救员 总共6人上去送一些圆锹 以及一些器具破坏石块 那现在呢他们也在全力的抢开挖当中 不过根据了解第三具遗体 跟前两具遗体的位置只相差25公尺 也就是在沙卡当步道的第一个摊方处 队长呢也出来说明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我们有请那照片有回传到我们的 花莲跟高雄这边组成的行动基地 那有请家属确认过 那个确认过这个照片 今天的照片就是这个应该是 就所谓的游先生的太太 就是那个一家五口的妈妈 就是今天 那目前我们现在有在尝试 用第二批的人力 我们有我们高雄 有我们高雄跟花莲 有在另外派6名 花莲三位还有我们高雄三位 上去然后去再用一些简单的工具 看能不能用徒手 去把它搬运到 搬运下来 目前因为第一具跟第二具 现在被大师压住 就是压得比较厉害 所以我们昨天有一些破坏的方法 没办法 那现在就是用第三具 可能用尝试徒手的方式 看可不可以把它逐步把它弄 宣型把它送下来 那这个沙卡当步到第三具遗体 到底是谁经过游信家人的初步判断 疑似就是一家五口的妈妈 那稍早先前找到的两具遗体 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大女儿 那第三具遗体如果是妈妈的话 他们距离的位置非常的近 只有距离25公尺 那目前呢 这个经过家属确认疑似是妈妈嘛 那现在在沙卡当部分 还有三位正在失联当中 那这个特搜队也在全力的搜索 那以上是最新消息 如果更新消息 也会随时为您掌握 以上交款棚内 闪避重重云层注意山区屏障 搜救人员一早派出直升机 协助撤离留置天翔的旅客 一落地先卸载卫星通讯设备 再将12名旅客载往太魯格停车场 救援持续进行 一早搜救人员就陆续集结 目标不变就是天翔和沙卡当 前一天特搜队和搜救犬冒险 在将近垂直的陡峭山坡 来回搜索 一个不小心可能连人带狗滚下去 搜救人员在五号上午八点半 再度停进沙卡当步道 一个小时后有了新突破 特搜队出动七具破坏巨石救援 初步研判找到了两人是失联的游戏男子和女儿 父女俩遭到巨石掩埋 不过现场余政不断又开始下雨搜救工作 被迫暂停 天才刚亮搜救人员已经诊庄再出发 目前派出十名搜救人员和三只搜救犬 预计出动重型机具提进山区 要将失联的六人统统找回 三立新闻徐赵伟 翁嘉宇李燕 你去换场佛斗